如果奥特曼变成青春可爱的美少女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 众所周知 奥特曼作为宇宙和平的守护者 她们的形象一向是高大且充满力量的巨人形象 即便是光之国最受欢迎的奥特之母 那颜值也只能用一般来形容 因此就有热心的网友按照自己的想法 给奥特战士们制作了青春靓丽的美少女形象 今天呆毛就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下热心网友带来的娘化奥特曼 而迪家的形象呆毛只能用绝绝子来形容 首先出场的是郁姐版的初代奥特曼 初代奥特曼我们都不陌生 作为第一位正式出场的奥特曼 她对整个奥特曼系列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而热心网友制作的初代 只能用完美来形容 青春郁姐的形象也比较符合初代奥特曼第一人的身份 第二位眼镜娘赛文奥特曼 谁能想到一生霸气侧露的七叶赛文 娘化后竟然变成了眼镜娘的身份 不过七叶终归是七叶 即便是娘化了 还是给人一种高冷杀手学妹的记事感 第三位美少女欧布 不得不说 网友对于欧布的女性化形象刻画的还是十分到位的 即便变成了短裙丝袜的萌妹子 但手持圣剑的少女还是能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欧布的形象 而且这形象怎么看怎么像美少女战士 第四位邪恶少女贝利亚 怎么说呢 作为新生代金艳宝宝的贝利亚总算是迎来了翻身之日 这副傲娇恶美少女的形象呆毛只能给82分 剩下的18分以666的形式送给贝老黑 不过看到黑贝的形象 呆毛倒开始期待白贝的娘化图了 第五位精灵少女特利加 这应该是目前为止颜值最高的奥特曼娘化作品了 如果剧中的特利加以这个形象出场 那估计卡尔米拉得心碎 达共也会偷偷抹去激动的眼泪 不说人类 估计就连怪兽宇宙人也不会忍心对特利加下手 第六位绝望少女迪迦 作为奥特曼中的人气王 即便是女性化 迪迦也依旧完美地无可挑剔 呆毛只想对怪兽说 放开那个少女让我来